罗力威的父親羅雪苑為了一個環保團體完成 兩天一夜獨木舟環保籌款挑戰 還籌得超過6萬元 羅雪苑前天就在東涌出發 原定昨天在中環碼頭上岸 但因為風浪太大而改到西環上岸 再到中環出席記者會 羅力威和太太玉喬就有到場支持 羅力威說 爸爸玩了獨木舟已經有十多年了 兩年前都曾經圍繞過大嶼山瓦獨木舟 雖然昨天氣不好 兩父子都試過在更加惡劣的天氣之下 說獨木舟 相信爸爸能夠應付得到 而昨天就適逢羅力威和雨喬結婚一周年 因為畢竟這年通常都是吃飯 我們覺得今天這樣過就更加容易了 我們不流行美的東西 哈哈哈哈 有沒有禮物? 禮物 我們待會逛街 完了之後 我們本來打算回到結婚那裏吃的 就是淺水灣那裏 但是今晚就不會了 我們可能完畢活動 爸爸都回家了 不要出來吃飯了 我們自己可能一會去逛街吃個飯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想的 先後次序就自然地發生 但是這些東西 沒錯 為了我們將來的下一代 保護這個海洋和地球 哈哈 我覺得說真的 即生孩子這件事 其實結婚了這幾個月有想這件事的 會是一路順其自然 因為我們其實結婚之前都做了身體檢查 各樣東西 他為了確保生嬰兒這件事是 自己是健康的 是可以的 之前的疫苗有沒有打齊 我們都檢查一下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生小朋友 我們兩個檢查完東西都是很健康 就是可以的 所以我會覺得 最之後要擔心的事就是 可能真的 照大一個小朋友 去哪裡讀書 怎樣教他成為一個好人 還有我都會覺得 始終 是的 下一代 應該要有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可能在一個更加的 少污染的地方